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冯宝 大太监冯宝查梁广总督的时候 然后他深夜偷偷摸摸的去的那个地方 就那儿 我知道了 你说的是东厂 对啊 这么简单两个字绕着这么大一把 但是他确实很神秘一般 而且你想他当初讲说是明朝剧的时候 我就想哎呀好看 他一定有关于这个东厂的很多描写 动不动反正就太眼 你俩太眼互相各式神功就掐起来了 多好玩啊 他们这什么都没有 你说的那是就是平时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东厂 但是你想知道实际东厂是什么样吗 工厂就是那种高来高去到处追瞎人的那种吧 我知道东厂是明朝的 电台办事处给皇帝办事情呢 东厂就是那个皇帝的助手让他干嘛就干嘛的那种 发明匮乏宝典的是不是就是东厂的太监 看来观众朋友们也闹不太清楚 这东厂到底是干什么的 还是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样吧我们还是一起看一看下面的这个内容 好 看完以后我们一起就知道这东厂到底是干什么 细说东厂 东厂在人们的眼中是可以承载无处想象的传奇之地 因其曾经具有的滔天权势和神秘阴暗 成了影视剧中常常出现的题材 一切符合强权隐秘 扭曲暴力等元素的情节都可以附着在东厂的名义下 作为邪恶力量的代表 魏忠贤听旨 无论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魏忠贤 还是小说家底下作传出来的曹小钦 都是当反面角色的好材料 他们无一不以终极敌人的身份出现 也无一不具备强大的武力和深沉的心机 东厂在影视剧中似乎就是只属于皇家 神秘而阴暗的幕后势力的代名词 我给总结一下 这是神秘阴暗的幕后势力 而且是皇帝的直接下属 什么呀 你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这东厂的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的职能到底是什么 那是谁建立了东厂 这么说来 你又准备给我上一波 当然了 这事我还真搞明白了 不进的话呢 好 这儿看 东厂的由来 六百多年前 明城祖朱棣把侄子朱允文改下台 自己当了皇帝 由于皇神来的不是那么名正言顺 所以朱棣也格外怕人窜前 为了安心 他设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真机机构 称为东厂 地点就在现今的王府顶大街北部的东厂胡同 皇帝之所以用宦官打理东厂是为了方便 想办什么事随口就能吩咐 这样方便的手下用起来自然就比较频繁 于是乎东厂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 我看是他这只鸡蛋硬还是我这个石头硬 东厂首领太监称提督 在宦官中是仅次于斯里坚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 是皇帝身边的贴心人 东厂的职能是 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 与锦衣卫军权士 这在万历首府张居正中也有体现 当时的东厂提督冯宝如是说 东厂是干什么的 你们比我更清楚 咱们的任务就是 替皇上监视各路大臣 哪怕是内阁首府有事 也得查 而且要一查到底 除此之外 东厂还能参与会审朝廷大案 可见东厂的权力就大 我是副主审 我有权提醒犯人处事招作 皇上口谕 即便面对当时的首府高拱 东厂提督冯宝的气势也十分强悍 这是必然的建议 冯宝宝 内阁不需要你的什么建议 你高阁老的衙门再大 也是为皇上办事的 不过高阁老是在外头为皇上办事 我冯宝是在里头为皇上办事 滚 你给我滚 滚 你滚还是我滚 现在上来预料 东厂实际上有点像秘密警察 东厂实际上是一个官秘密犯人的监狱 他有直接的权利去审问 是办案 东厂是永乐皇帝创立的 相当于是皇上的特勤机关 可以这么说 就拿冯宝来讲 在万历年间 他既是自立间的掌印太监 同时又是东厂的厂都 也就是说 他一边扮演着皇帝身边秘书的角色 一边是管着皇帝的特别助理们 所以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特别亲近的人 我之前那个特别精辟的总结 有一点也说的很对 就是什么 神秘阴暗的幕后势力 这是没错 这更不对了 神秘阴暗 你看他们天天是站在皇帝身边 怎么又成了幕后的势力了 你看冯宝让东厂干的什么事情 拼墙根 下黑手 放火 这是能明日来的吗 不太好 相当阴暗 但是你得看一看 这冯宝为什么让人这么做呢 万历皇帝登基 冯宝兼任自立间掌印太监 和东厂提督两大幼职 身价大为提高 可惜再怎么升职 他也只是个太监 要想参与朝政 还得借助外力 于是乎在朝廷里 他选择了张继政 能够辅佐皇上 去开创万历新政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张继政 只要你我联手 天下没有万部城市 冯宝对自己选择的政治提票很维护 不但为张继政打探消极 抓捕政敌 保护家人 还常常不动声色的 为张继政解决一些难题 李副主是同立本自义 要借此色态发生了大 许多反对万历新政的官员 借此大作文章 要给张继政好看 官袍而自尽 挂起苏木而悬梁 请问这是谁知过也 谁知罪也 谁知罪 我必追查清楚 追查清楚 高拱的那帮余党 正准备以为同立本功继之名 向张继政打人开刀呢 风暴敏锐地发现了张继政的尴尬处境 并劝阻他不要正面面对 对明天的功继 你必须加以致 千万 可惜求不大人不大领平 如果连这点都担待不了 那干脆挂挂回家 去卖烤白薯吧 眼看事态 正向最坏的情况发展 冯宝却不慌不忙的做了安排 等我急了 按既定方针行事 他派东厂密探陈颖峰 暗中放了一把火 粉碎了敌对势力的阴谋 一场政治风波就此化解 万力新政也顺理实行 在幕后推动这一切的冯宝 可谓功不可没 这功继本来就不该搞 太后所言极实 看到没有 虽说手段是有点过激 但是冯宝这一把火 的确是把那些反对万力新政人烧得没了脾气 所以冯宝这么做 也是为了能够帮助张继政来推行万力新政 按你的理论就是说 反正是目的好 那就可以手段上稍微打点折扣 我的意思是说 冯宝在推行万力新政的这件事情上 其实做出了很大贡献 你说到这个 我不禁止就想到了后面的一段剧情 而且是万力皇帝停障官员场面很大 这个事就是冯宝和东厂在幕后推动的 实际上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万力新政 明朝皇帝的狠招 正当首辅张继政大刀阔复推行万力新政的关键时刻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张老太爷已经先世了 朝廷里有些言官认为 守虎应该回家守治 皇亲国庆们也想利用这件事赶走张继政 这些年轻人啊就应该舍得一身谎 敢把守虎拉下瓦 但万力皇帝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 那这不让张先生回家奔葬 这让他夺情 正当三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冯宝站了出来 载明了不少官员暗中串联 想在张先生夺情这件事情上做做文章 他们究竟想要怎样 挤走张先生 只要张先生一离开守虎的位子 那一般捣蛋的官员就没人能制服得了呢 听了冯宝的话 皇帝勃然大怒 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就是明朝特有的制度 停仗 这停仗又是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打屁股 话说当年朱元璋是草民坐上龙影 所以他制定的惩罚方式就很直接 就是打屁股 不过他怕大臣们说他自己没文化 就给这项制度起了个文章章的名字 停仗 自此停仗就成了明朝皇帝成之大臣的法宝 这停仗也是有规矩的 所以神秘阴暗背后是里 没错吧 你非要这么说 那就随你 我也不再跟你辩解了 而且我知道还更多呢 这停仗有讲究 这戏也没有讲到 那实际上在明朝的时候 皇上告诉这个太典说你去停仗 谁的时候 皇上会说用心打或者是着实打 如果说用心打 那太监坚刑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会把这两个脚尖分开的话 那么被打的官员重则残疾 但是命能保住 如果皇上说着实打 那么太监两个脚就并上 这个时候被打的官员 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 甭想活着了 哎呦行啊 这也挺实施啊 咱们在宫里没少坚行吧 就看了这么长时间电视剧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电视剧当中 有一个错误 错误 对 比如说站在皇帝身边的那些人 你猜他们都有什么人啊 你说这是锦衣卫是吧 对啊 那你就没发现那锦衣卫穿的衣服 有点问题吗 锦衣卫的衣服 有啊 电影 电影锦衣卫 对吧 我看了看很多遍 里面他打的很精彩 锦衣卫穿的黑色衣服 挺好看的 很酷 你就知道看武侠电影里面 他们的穿着 那你知道就是锦衣卫 他们的真正形象是什么样吗 真正形象 嗯 我们还是问一下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锦衣卫的官服呢 应该是 就是像电影里面那种蛮帅的 然后并且戴着刀那种 锦衣卫 锦衣卫 那肯定是穿锦衣了 锦衣卫的官服 应该是深绿色的 那样的感觉酷酷的 衣服是白色的 然后戴着 我看电影里边 锦衣卫的也穿的衣服 颜色有白的 黑的 红的 反正看着都有 我看了很多 但电影电视都不对 具体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你说看来观众朋友 不是特别清楚 对 那么多影视剧 因为的形象千字百态 我觉得这可能真要 得懂点名史的人 才能给出一准确的案件 你这就属于给自己找借口啊 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干嘛飞到那么多圈啊 会聊天吗 我怎么就那么腻的 听清楚说话呢 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可以找人 帮大家解释吗 咱找专家 在明朝 执行屏障 是锦衣卫的柴子 新卓锦衣卫 炸 武中贤 赵用贤 六十 薛池为鞭毛 大人 一切准备就绪 打 张居正为求保住受庭上官员的命 让管家贿赂的就是锦衣卫首领 影视剧中 锦衣卫的衣着五花八门 那么明朝时 锦衣卫的真实形象 是什么样的呢 最近演了个电影 把他们都穿成黑衣服 假然不对 那很时尚 那个可以登那个 英国流行的这个时尚题材 但是他不是明朝的衣裳 因为他应该是红色黄色都有 那就是黄色当然很高级别了 明朝近一位身穿织性缝制的飞鱼服 腰配绣唇刀 气派长庞 他们穿的飞鱼服是一种隆重的服饰 上有飞鱼图案 按照这个图案上说的呢 就是会飞的鱼吧 所以它是一种很技巧 既会有水又会飞天 这样它很敏捷 那这个飞鱼服 也不仅仅是锦衣卫穿 其他的官员也有穿飞鱼服 这飞鱼服真不愧是锦衣 可比剧中锦衣卫的服装限量多了 我得说你眼睛确实很低 就确实被你看出来了 但我也坦白说句实话 这还真不是我眼间 是观众朋友们告诉我的 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手机委号 是6842的观众朋友 发来短信询问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感谢这位观众 对于影视剧的关注 有的观众的监督和督促 以后实际上影视剧会更加精细 或一旦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您可以发送短信 或者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您来提问 我们来解答 那说到解答 我觉得就得问一下 咱们这个电视剧的主创了 他们应该是知道 做了很多功课 知道这个历史上锦衣卫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还会出错 锦衣卫还是全军服的 因为我的小说里面写的多一点 电视剧的是考虑的接受的问题 如果我的线头和芝曼太多 会有影响 所以我的电视剧就设计的少一点 小说里面设计的多一点 看了电视剧以后 再去看小说 它会有更深的感受 看来想象空间还是很重要的 每个人对锦衣卫的想象都不一样 所以影视剧中才出现了 各种不同的锦衣卫形象 像这样的飞鱼服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穿在我们影视剧中的品衣卫身上呢 今天咱们也算是把明朝皇帝身边的这些人 算是一方大进了 是 你看有这个皇帝身边的秘书 有他的秘书处 还有他的把 基本上个个都点到了 就差点美女了 你想想啊 已经这么多庞大的群体了 咱们要再把这后宫的三千加力加一块 这还不得开了锅了呀 我想说到这个热闹像开了锅的地方 我知道还有一处 什么地方呀 这个地方呢 自然就是我们巨型榜的明星人气榜 要说到现在明星人气榜 那是局面瞬息万变 票数匆匆上涨 费拉热闹 万利首府张居正 巨型人气台航榜 今日榜单如下 第一名 唐国强 张居正的扮演者 第二名 冯连征 冯宝的扮演者 第三名 梅婷 李太后的扮演者 第四名 门言家 万利皇帝的扮演者 第五名 李超 巨型学生的扮演者 不光我们栏目的观看网站热闹 从明天开始 我们的节目也会更加的热闹 我们为您找来的 这明朝的一些新鲜事 奇事怪事 在后面的题目中 已经是一一呈现出来 对比如说 您知道这明朝的房子 多少钱一瓶米吗 您知道这明朝人 他们的夜工资都是多少吗 明朝人爱吃什么 玩什么 什么才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时尚呢 对 这些内容呢 我们都将在随后的节目当中 一一的为您来揭晓 巨型榜将会带您穿越时空 到六百年前去旅游 这可是免费的旅游班车 每天下午的时间 三十五分准时发车 好 那么之后呢 是新鲜网高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再会 大明王朝自鸿武皇帝朱元璋开始 就规定了官员们的着装制度 那么他们穿什么服装上班呢 他们的工资收入怎么样 大台阶风暴在剧中 酷爱的乐器是什么 本期执行法 带您进入明朝的世界 进行一次明朝知识的探索之旅